李院長 各位論文發表 還有與談的教授以及各位貴賓大家早 很高興有機會來參加這一場 有關氣候變身跟環境治理研討會 我發現無獨有偶 社會科學院的風險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跟理學院的氣候變天中心無獨有偶 就在今天和明天都分別舉辦研討會 我這邊也趁機會廣告 從剛剛院長所提到的立馬的會議到現在開始 其實我們台灣在國際社會裡面 雖然某種程度被孤立 但是其實我們台灣沒有資格置外國際社會 所以今天辦理這樣的一個研討會 某種程度相當的告訴我們自己 我們要如何面對這樣的一個國際議題 因為這個問題已經不是只有我們台灣的問題 全世界都在關注 所以我們今天很高興也參與了這樣的一個盛會 今天第一場的論文發表的是林子文教授 我們是不是就請林教授 開始直接做一個介紹 今天還有這個機會跟各位來做一些這樣的分享的報告 那我剛剛禮拜三從立馬回來參加那個聯合國際的會議 我想各位從新聞也看到很多相關的報導 包括剛剛院長也提到的一些相關的進程 那今天因為時間很有限 那我大概在針對這個歐盟 我自己在過去幾年一直在觀察的一個 在選擇氣候談判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當然這裡面當然今天有非常多的主題 來包含從世界各國的角色跟很多不同的面向來探討氣候議題 那我個人其實認為歐盟其實在這個氣候議題是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領導的國家 他其實有非常多的各種面向跟各種他採取的具體戰略跟做法 事實上值得世界各國參產 那當然最近大家注意到包含前面也提到 中國跟美國在最近一連串的一些新的動作 當然大家為了他寫了非常久 但是一直還沒寫完 因為他事實上議題跟主題內容蠻多的 因為我嘗試在整理 在今二三十年來歐盟在這個議題上的整個大的戰略 那今天基本上是在這個結論裡面提供了四點面向 提供在未來來做探討 那基本上我們要觀察歐盟的這個戰略其實不是從最近開始 他從一九七年代在全球的這個環境議題的起來 他其實就已經一起呼應 各位如果從全球的環境治理 可以看到在一九七年代全球開始 注意這個議題 聯合成立了UNDP 當然這個在去年也做了一個大的重要概率 那從一九七年代開始 聯合國就開始針對這議題做一些討論 那歐盟其實也事實上更早 他在成立這個 在二次戰後成立這個歐盟體之前 其實就有一些相關這些環境的議題受到重視 但是並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他從一九七年代等一下會提到 他其實就有到今天為止 我們會有七次的環境行動 那包含從兩千年之後 他開始針對氣候議題的這樣的氣候行動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我從這個大的歐盟的這個浪潮裡面 其實他有真的可以形作到四十五十年以前 針對這個議題的這個討論 那當然在近期上其實很多可以看到 在歐盟的相關的不同層次的政治議題的討論 包括很多人喜歡抵歐洲的綠黨 那事實上這個也在整個歐洲的環境議題 或氣候議題的進程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原來在理論概念上 我是透過多層次的治理 或在這裡因為這個實驗關係 這個理論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先暫停調略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其實有很多的不同的學理 針對歐洲的不同政策 做討論 包含多層次的這幾年 其實常常受到很多的討論跟引用 超國家主義、政府間主義等等 來解釋歐盟在氣候政策 或是在環境治理上的一些討論 那今天我在理論這部分 我們要做的比較少一點點 針對他裡面做的一些事情 而做一些討論 那事實上我剛剛提到 他其實最早可以 比較具體的形作 可以到1970年代 然後俄共體在1970年開始 到今天為止 他其實在去年甚至也提出了 七項的環境行動 簡單的題 我們可以提到說 在1973年 他開始建立了這個 在國家跟超國家之間 來分擔這樣的責任 他有些其實議題 其實發展得非常的先進 尤其在概念上 包含大家熟悉的污染者付費 包含一些所謂precautionary 一些預防原則 跨界污染等等 他們都在 希望在歐盟的這個角度 能有一些具體跟協調的 這樣一個軌調的政策 在1970年之後 他們開始又針對了 第一次的環境計畫 開始做了一些延續 他們其實把引進了很多 我們今天看起來或許 可能已經很自然的 但是在當時看起來 還是滿先進的一些概念 包含理性經營不損害的原則 也現在鼓勵個人責任 跟公共意識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 已經非常早在 因為你回顧到 1970年到1981年 台灣剛好是在 在整個大的經濟環境 發展的時候 人家已經在 在談這樣的一個相關的概念 當然這個在發展的進程上 也不太一樣 到1982年之後 他們開始提出了新的 這樣的第三期的行動計畫 那這個時候其實在1980年代 其實有幾個大的 在國際上 中華人的發展 包含1980年代 很多這個 這個 在新的公共管理 還有新的相關的思潮 也就是像 基本上在 1980年代各位看到 在英國 這個 這個 財政婚人時代 開始處理的這些相關的議題 那基本上 他把引進了很多 所謂市場 跟 跟這樣一個新的角色 也就是說 他不再 完全集中是在 政府這邊的角色 強調 經濟的這樣相關的這些應用 那在87年之後 其實是在全球 大家各位在看環境治理的議題 就非常重要 因為 我們看到聯合 他召開了這個環境 跟發展委員會 他後來 他發佈了 這所謂的這個 我們共和未來 這樣的一本 這個 書籍 那當然最近 各位看到台灣 因為那個糖獎也頒給 當時提出來 這位 布蘭克蘭女士 那這時候其實 配合歐洲內部的進程 我覺得這環境運動 其實跟歐洲的整個市場 事實上是相關的 所以他跟這裡面的 這個整個互動 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 連結跟這個影響 所以這時候他們提出來 享有這些所謂共同權限 這個問題 因為地理基本上 有在地的議題 這環境又有很多跨界的議題 所以這裡面 其實在這裡面 其實在各國他們 在這裡面跨界 跟各國本身 存的這個議題上 其實就很多相關的討論 那當然這裡面也討論到 他們跟市場的相關的原則 所以他們討論了多媒介 也就是不同的 水、空氣污染等等的 污染管制 物質導向管制 跟來人導向管制 提出了一些新的 環境保護的一些策略 1992年之後 其實他們開始 特別提出來 這影響全球很遠 很深遠的是 荷蘭提出來的 這所謂的 國家的荷蘭 這國家的環境的策略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排而逆 也非常前進的一個概念 那世界各國很多都做了 參照荷蘭這樣做的一個參財 大家也看到我剛提到的這個 1987年荷蘭提 全球提出來的 這樣一個 續發展等等 可是續發展的一些概念 也影響了 在歐盟很多相關的策略的運用 包括在工業、農業、運輸、 能源觀光 另外其實很特別 也引進了很多稅收 這些tax或這些財政 所以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原在20年前 就引進了相關的 這些能源跟環境生態 像稅收的一些在相關的這些政策上面 那當然第五期他們就 後來開始提出來的一些新的 這個在這時候 其實在世界各國 在環境一定都有更多的進展 包含強強歐盟在 作為環境行為者的角色 這個也從在1980年代以來 其實有好幾次的各類的全球環境 這種國民院的談判 其實歐盟都非常非常的積極整合 而且他們作為一個單一的談判者 不只歐盟各個個別國家作為個別的行動者 歐盟很特別的自己作為一個單一的行動者 那當然之後 又提出了06期的這個行動計畫 那我覺得在這裡面 都會有網路上去搜尋 都可以看到他們在很多議題或等等 都在具體的戰略上都更清楚 包含他們提出了四個優先的戰略 包含了對抗氣候變遷 跟這個生活狀況性 這個健康生活品質等等 以及自然資源非需物的使用 那這時候其實在同時期前 其實歐盟其實在氣候的議題戰略上 也開始了很多的新的發展 那在雖然這個第六次的這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提出很多所謂進步的概念 可是其實歐盟雖然我們看到很多進步 跟政府的議題還是有很多的挑戰 事實上也有很多新興的環境議題出來 包含我們在這個風險政的總經設備場 其實在一起很多科技新興的科技的議題 都是在1990年代 在2000年初期都一直的出現 所以歐盟在很多議題上 多面向也都一直處理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同的時期 歐盟其實開展了另外一個秋天的計畫 這也是在我們剛剛看到環境計畫裡面 其實比較少有比較忽略 它其實在2000年初期就成立了這樣相關的一個處理的計畫 剛剛包含提到在第六期第一次首先 把氣候變化的議題 讓他們預期優先解決的領域之一 那當然後面的這個環境計畫裡面 就開始受到了很多的這個變化 包含在2000年第二期的這個戰略 那第二期的戰略其實搭配了各位 如果開始注意 等一下會提到 我自己在這裡希望嘗試透過三個主要議題 我覺得時間關係 可能每一個都沒有辦法做太多說明 第一個也就是說 比如說從這個2005年開始的歐盟的氣候排放交易 所以它第一個重要的戰略 第二是2008年開始 它Energy跟Colabic整個大的這個整合包裹 那第三個我們可以看到的具體戰略 就在特別是在2008年之後到今天為止的 所謂後京都氣候的談判策略 我需要從這三個幾個大的 歐盟在大的這個政策裡面 來思索或探討在歐盟 整體對這個議題的戰略的選擇 這裡面我只簡單了 海蘭的警線 它在這裡面其實可以看到它 它分成能源供蘇的相關的這個小組 然後還有一些非濫化碳或磁氣的小組 分成十個部門 所以其實各位可以看到其實在他們議題的開展 就做了非常非常細緻的規劃 他們也成立了所謂探補桌跟工程小組 最近CCS也是非常熱門的議題 以及航空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們很早就開始做這樣 航空戰略的管制 這也是最近很多人在做相關的討論 他們在2000年初期其實就有相關的議題 透過這個部分整合他們內部的發展 那當然在後來的這四本條約 他們生效之後其實也更具體 把這些重要的戰略放進他們過去 可能在中環問題裡面忽略的這些部分 然後把他們在這個新的憲章裡面 把能源市場 能源效率 能源網絡這樣的議題 也都把它拉進去 那整體來看 我們在看歐盟的這個策略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多層級的網絡 包含這種水平跟這個垂直的網絡 也包含了多元行動者 包含國家公司部門跟NGO企業等等 很抱歉因為那個幾乎的部分 沒有辦法在這個裡面完全展現 但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專業化的基礎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歐盟 在擬定它的整個相關的環境 跟氣候戰略裡面 有這樣的一些多層次的特色 多元行動者的特色以及專業化 特別是以科學知識為基礎的相關的特色 那簡單的說其實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歐盟智慧會 這裡面扮演非常重要的功能 07年08年曾提出這樣的包括法案 以及最近各位看到 今年年初剛剛提出來要在2030年 來達成這個40%減量的這樣的方案 以及歐洲議會在這個議題上發援的功能 其實在 雖然歐洲議會在整體的歐盟決策 很多人認為它其實不具太多的實質功能 但是實際上它對議題的倡議 跟各國都在很多議題的動員 事實上還是有一定的相關的角色 那這裏面歐盟智慧會當然 這裡面民間的力量其實不可忽略 它回應了很多公共意見 做出了很多連結 事實上從我們這邊的觀察 看到它其實在歐盟它的整合過程 還是在進行中 所以它事實上希望透過氣候政策 能作為一個歐洲整合的手段 透過這些管制跟建築 而且透過氣候政策的行動 相對於美國之外的歐盟外交的認同 我想這是在這裡面有很多的策略 那事實上它也在這裡面 其實當然它這裡面歐洲有各個不同的部會 就像台灣一樣 那其實在這個超國家的層次裡面 其實有這些不同的能源運輸 不同的環境還有其他各個都不會鎖 其實所以他們之間也有這種跨部會 都不同城市的協調的問題 那這裡面也顯現歐盟在各國氣候談判立場的困難 因為它本身有各國的立場 本身你要協調出一個單一的歐盟的立場 這裡面也讓它其實看到非常大的 你在09年的這個 根本它跟談判就可以看到它非常大的限制 也各國立場不同 所以相對歐盟在這裡要找到一個單一整合的立場 其實很困難 那這裡面其實我們也看到 它透過這個碳排放交易 它進行了低波的 再從氣候角度來看的一個經貿 然後競爭力的整合 那其實歐盟現在已經進入第三期的 碳排放交易的這個政策 從第三年開始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 這已經是現在全球最具規模跟立場 雖然它的價格交易是最近 因為政治的這個印象上並不是很火弱 而且價格很低 但是如果就制度的建構來看 它目前已經是目前全球最具規模跟最具架構的一個市場 它透過這裡可以已經把建立整個結合 之後可以再連結 之後在美國建立的市場 日本、韓國、澳洲 澳洲當然肯定有可能做政策的改變 但基本上它希望透過這裡 做全球市場和碳市場的聯合 另外在2007年開始 他們做了這樣的能源戰略的一個整合 希望透過氣候變遷 來讓自己的競爭力 經濟競爭力 還有他們的安全 讓歐洲轉化成一個所謂高能力效率 跟低碳經濟的社會 所以那個戰略的意義其實非常明顯 不只是看看 它只把這個能源跟氣候這兩個 做一些相關的連結 它變成這所謂20、20、20 也就是在2020年減量20% 以及這個戰車能源等等提到20 等等這三個20人的效率 我們從今天來看 它本來是在2020年 可是它已經體現達到了 這也是我們在看歐盟的非常非常特別 所以這也是世界各國期待歐盟 在全球氣候議題 辦理更高角色的一個 非常特別的一個地方 所以它現在提出來 基本上已經提到 本來是希望它其實 展開30 它這次更積極地提到 本來是40 不過它還是有前提的 它這個前提條件 它要做這樣多的減量 就是全球都要納入公約 包含地方發展中的國家 也就是中國、印度、巴西等等 這些國家也要同步的減量 但是我們可以看出 歐盟在這個議題上 它事實上已經提前 達成它的這些戰略的目標 事實上它也 當然我們講的是歐盟整體 事實上 對於很多各個國家 其他當然還有很大差異 歐蘭或等等這些 長期依賴煤炭混濕的國家 其實在減炭上 為什麼是完全這麼影響的 好 因為還有一些國家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趕快再講 快一點 那因為事實上還有很多其 大的影響力的國家 包括德國、英國、法國 各國的內部國家戰略 都有很大的影響 包括我們看到 德國的這些非核 或是這個的這些策略 但英國也有很多提出來 它用核電 跟這個同時來做並情 所以形成非常有趣的一個對照 那當然很多中小型國家 澳大利、丹麥等等 他們都非常積極地在做處理 但我覺得在這裡還很特別的處理 也就是四國家體系 剛好也因應今天的很多 接近來的場次 我們可以看到地方政府 其實在未來的氣候的戰略 會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因為這裡面其實 地方政府面對 這裡面其實還有很多 行政權 很多戰略 他們其實可以來處理 這邊很多議題 我就先跳過 但現在都最近可以看到 職業各國透過城市 來做為的這個部分 那台灣其實在這裡 當然也提到有很多 像核地產城市 類似的概念 那當然還有一些跨國家的城市 一些跨國家的團體 那我們整體來看歐盟 其實它在最後這個 街友談判的立場 簡單的看 在最近 如果各位開始觀察 它除了之前 在這裡提到 NAMA也就是 在各國提出的 適量減量承諾 也在這幾年也提出來 各國的減量承諾 也就是過去看到 在京都議因素 框架下 有淘汰 有上而下的 現在慢慢會變成 有 button up 來定義各國的 責任分擔機制 那當然他們 對於這樣全球 公約框架設計 扮演很重要的一門一角 尤其是在美中 兩大台灣集團裡面 歐盟這裡面 其他的在這邊的槓桿 跟博益 其實促成了 現在的各方都有加入 那我覺得他們這些特別 他們是倡議員 在不只是 能源跟氣候議題 而事實上 它把它做為一個大的 能源和低碳經濟的轉型 我覺得這是歐盟 在這裡非常具戰略的意義 不是載化成 只有為了環境議題 或為了能源議題的人 他們是一個大的 低碳經濟的轉型 而且事實上 透過這裡跨 跨越到其他的森林運輸 各方面的產業體系 好 那就跳到結論 那基本上我們看到 在這裡面 它透過這樣一種 非常複雜的一個多層次的 竟然可以整合出 這樣的幾個大的戰略 其實有非常多的意義 包含從學理上 很多層次的概念 看到了水平垂直的 各類的集團的討論 以及多元行動者 以及這些專業化 其實在這裡面 他們其實很多的 這種科學知識社群 在這裡面扮演 重要的決策角色 最後整合在這裡面 有四個面向的戰略思考 他們其實扮演全球氣候引導的角色 他們透過氣候引體 強化歐盟全球競爭力 另外其實在這裡 核心的他們的氣候戰略 不只是氣候或環境 他們是整個 從大的歐盟能源的安全 來透過 所以講這個 來做這個很大的這個思考 最後他們透過這裡面在做 歐盟的整合 還是一個進程 它是一個過程 它並不是完成式 所以它透過這些氣候引體 更深化歐盟在各個議題 戰略的整合 好 那時間的關係 再這裡做一點的分享 謝謝大家 有請感謝主辦方位這樣的邀請 好 那我去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因為 剛才的老師也跟他很忙 所以還有國際行程 我是昨天晚上五點多 才說到他的論文 所以我只有非常短的時間 之內可以做評論 可是呢 我覺得 還蠻好的一個情況 是說呢 他整個論文當中 大家可以經常看到說 他的架構非常完整 尤其是 他經過他今天 最新聞 在剛剛才聽到的 有一些關於說 在所謂的國家角色上面 所以他搶到的是 有多層次上面的制度 所以他又把這些補上去了 那 這邊分到我就想說 只是提供到 我的 這樣的一些 這樣的一些意見 讓大家來參考 當然最重要是說 澤德老師這邊 因為他本身在這邊 已經 可能 就去從他大學實習吧 就是一二十名 這樣子一個 一個經營 讓我們去看看 他這樣子一個 研究了這樣的成果 好 在這邊呢 我看到的是說 他透過的 題目上面呢 是不是應該看一下他的題目 是好 還是可以找到他的題目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 好 好像要帽子到快 好 好 因為我想說 如果可以有題目的話 大家可以去去追追蹤 就可能比較好一點 那 澤德老師最重要的是 透過歐盟的氣候 這個 我們還透過一個是 前面一大段 透過是所謂的 歷史的這樣子 所謂的制度的演變 好 那第二部分的時候 他就會透過 呃 所謂的他理念制度當中 最大重要的 所謂三大的這個 制度 就是所謂的 呃 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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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排放交易支持 碳排放交易支持 然後第二個就是 這個能源跟 呃 氣候結合在一起 所謂的整 呃 所謂的整 package 的 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法案 第三個就是後來 從後進度印度出 哦 這樣演變出來的整個 一直制度上面 在國際制度上面的 呃 這個這個 氣候變界上面的 這種參與 那他透過這三個 部分的時候 呃 他 所以他的題目上面 有些制度演進 跟戰略選擇 那我這邊最重要的 就是要考慮到 就是說 呃 而且他這邊的這個 這三 這個 三大制度 後面的這個 戰略選擇的 這個情況之下 那我可能重點是著重在 他 呃 前面這一部分 在於說 這種演進推 事實上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可以看到 很蠻清楚的 這個 而且是比較簡要這樣的討論 那 只是他進入到第二部分的時候 就會出現到說 他那個三大制度 其實跟前面的部分 會變得有點重複 尤其是在他 在第十頁當中 呃 如果大概 從那裡拉了 可是那裡沒有 沒有人他現在有他的論 就是在他第十頁當中 他的這樣一個交接處的時候 就發現他說 欸 突然就覺得 欸怎麼好像又在開始重複 他怎麼後面的 前面是講過 那個那個歷史上面 90年代到現在的2014年 最新的這樣發展 但是他著重在那三大制度上面 的一個 一個討論 那這邊可是 我覺得 尤其他三大制度後面這個盤盤中 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框架 是在於國際的這個氣候制度 或是全球的氣候制度 這個體系這樣一所形成的 然後特別加上說 歐盟他不曾過去有這樣的一個 呃 他重視的是一種 所謂四度上面的 呃 角色 然後他就把他放到這邊上面來了 可是在這邊情況之下 因為我覺得他在第十頁當中 削少了什麼在這個 國際舞台上面 這樣演進的 這樣的一個連結性 所以你會發現 好像後面有點就在 有八度半色的部分 會跟前面方會重演 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一個一個建議 那另外的部分就是還看到的是說 我我現在想要強調的是說 他三大制度上面 我覺得 他這邊都很很很具備的特色 就所謂制度層面上面的特色 他的實質面上面的內容實質 比較少 實質上面裡面 因為我們後來可以發現到 呃 在所謂的這個 呃 碳交易濕度上面 齁 碳排放加益濕度上面的時候 其實現在全球已經有七個了 包括 最新的應該是莊國這一部分 齁 那可是他 那應該是 摩摩應該是 是莊國最大的 可是他這樣實施成效以來 他 發生了很多的缺失 他有很多缺失 而且他沒有考慮到說 呃 大家知道的 呃 這個 當初是 他的這個基準點啊 他大概遇到所謂的經濟 基準點就是 其實沒辦法去檢測 像這個問題 還包括說 後來的情況下 是這樣 有2009年去尋求金融海嘯 還包括的是歐債危機的時候 沒有辦法 呃 那個本身經濟發展低的時候 就是現在我們都是在 以核色經濟為主的 這樣的情況 只有 呃 那個碳排放本來就是會低的 所以那個成果的達到 都是有一些問題的 好 那另外我覺得第二個地方 我覺得比較想要在建議上面 就是說 他第二個制度 所謂的能源跟 氣候包裹的這個 這個法案 這個部分的時候 呃 因為 我是研究德國的部分 那所以 我覺得他這部分齁 他的確看到 目前我呈現出的 主要是兩個 我們就呈現說 他特意是在能源部分 他這個特質在把能源部分 放進來 他就有比較有經濟性的 這樣的一個 勤沾性的固寶 不過能源他 他只中知道再生能源 可是對 可是就德國來部分來講的話 德國大家不要也 他只達到再生能源 其實在那能源 還是所謂東元能源上面的一環 那我們其實最 在氣候跟能源問題上 最重要是開源跟潛流 可是在全球的能源是有限的情況 資源是有限的情況 其實最重要是要潛流 所以是所謂能源效率的提升 是重要的這部分 他在德國這間的時候 他的多元能源代 不是只有再生能源 所以他不是講過核能 核能 核能還包括第三 就是 他另外說什麼 太絕取制度 其實也是重要的 還包括所謂的能源效率的提升 還包括電容這一邊 其實說 全歐的這個電容什麼都有 可是這邊 我不曉得是因為 指導老師他這邊沒有這個去 他是抓到那邊那個答案去看 還是他漏掉 可是就我從德國來看 因為他們是很接近 也從來是在德國來講 也是2007年的時候 八九月提出來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覺得應該看 他還有比較大的一個 全面性的 這樣的整個能源 跟氣候面積的 這樣的架構去看 那另外第三個 就是說 他在理論這部分 他提供的是 就是成為自由政府間主義 跟多層次治理 有這兩大的這個觀點 去檢驗 那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看到的是說 我自己是有點質疑 因為他後來比較談到 是透過他的國際成立去檢驗的時候 那我覺得那個其實 大家知道那個是 氣候變遷那個制度 所以所謂的 因為FCC那個架構 或是所謂的 京都一聽書這個架構 或是後京都一聽書 要目前要想形成的這個體制 條約等等的 我覺得他比較偏向 所謂的制度主義上面去討論 那如果是角色 可是那時事間的時候 因為歐盟在這邊 這邊他的角色 他事實上是透過制度主義 因為他強項在制度這一部分 如果他能夠把這個整個 國際全球的這個 氣候變遷體制 找向所謂的制度主義去做的話 他的確可以在帶非常多好角色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尤其是紫文老師特別在講 翻賣能耐是在歐盟本地 在那裡舉行的時候 他是最大的挫敗 那後來歷次的時候 整個發現到 卻很重要的是說 看到的是台南大國的 尤其是中國崛起跟美國 如果他們甚至可以閉門 就有時候不理要美國的這種轉方 那這次是那個 他們所謂的 77這種國家裡面 中國就獨島起來了 77的國家裡面 抓起來 就覺得在一起的時候 更是被排除掉美國的 歐盟的一個討論 那這個情況之下的時候 反而是說我們就可能考慮到說 這整個全球的這個 就是我會建議到說 最後的在評估這一點 就實質神秘上面 就前導說 到底歐盟所謂 想要強調的那個 所謂制度主義的 所謂還想到的 大家國際領導角色 事實上跟整個 你去看到國際建設 國際整個那個全球 氣候分間體制當中的一個 結構性的問題 在於說排碳大國 是那些國家 可是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排碳不能夠形成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於說 它不去取代另外的能源 是高 是要去再生能源 或核能 可是核能有問題 有安全上的問題 那再生能源 有最大的問題在於說 它是高科技 高科技之外 代表就是所謂的高 高價 那這個地方 那這兩個問題 你沒辦法解決的時候 那這位沒辦法解決的時候 那這位沒辦法解決的時候 那就可能就說 他永遠沒辦法去 去扮演比較重要的主要角色 那我再最後講一點 就是在於說是 另外就是 還有一定有偉大的情況是 因為在各國 現在他已經把三個這個角色 就是超國家的國家的 然後還有這個專業體系的 這個專業角色 有講到 那他原來在普通文當中 他在今天有什麼東西 那最重要的是 我是覺得 為什麼歐盟各國裡面 現在有28國 他裡面沒有講到 他28國裡面 每一個國家能源的 這樣子結構不一樣 那有到50、60、70%的這個 70%的法國這種核能 可是沒有到 六個能只有到3.5%的那種 所謂荷蘭 那還在這能源很高的 670%的丹麥 我覺得這個上 各種條件不一樣 都表示他們沒辦法利益是相同的 所以這個地方 也只能把那個音頻都出來說 我想這個評估上 那就會非常好 OK 謝謝各位 謝謝我們劉老師的評論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 請我們周主任來接下來的報告 主席 在場各位貴賓 大家好 首先代表貴賓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接著歡迎各位來參與這個學術的研討會 我想在這麼冷的天氣 大家會還是忙著風寒來參加 我想大家一定有公平的感覺 所以台灣其實現在是面對非常關鍵的 整個社會跟政治跟經濟跟科技的轉型 尤其我們看到現在整個能源 全球的能源經濟跟社會還有科技還有班金的面向 都面臨巨大的變遷 我想大家這幾年都非常深熱地感受到 如果台灣不能衝破這樣的一個結構性的困境 台灣未來的發展其實是蠻擔憂的 好 那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架構底下 我們今天大會的安排其實我們就請了 安排不同的專業領域 我們也請了不同專業領域的老師來主持 包括我們第一場就請到 理學院的選手辯證用機 理主任來主持 第二場請到中研社會所的消息網所長來主持 第三場是請到科技人文教育計畫平台的 發展主任來主持 第四場是請到全國家方態中心的 陳亮權的老師 他之前也是我們陳江碩的老師 還主持 第五場就請到江大署進南大學教授 那我們最後一場 就是我們將來跟公民團體做一談 那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直接進到我的這個報告 我的題目是超越高排盤的社會 我想認識台灣 那我雖然我今天的主題 是雖然以反國光石化運動為主要的一個分析的對象 但是我要探討的並不是反國光石化運動 裡面的運動的動員策略成功的地方 而是我想透過反國光石化的運動 展現台灣事實上在進行的非常多的社會運動裡面 社會已經產生相當強的社會的強健的知識 社會產生了強健的公民的知識 甚至發展公民的科學 足以有能力來對抗國家提出的開發局的一個論述 透過這樣的一個社會強健性日趨成熟的一個社會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一個治理核心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今天大家看到 如果政府部門無論哪一黨執政 繼續跟公民社會對立 不把這樣的一個社會強健性的能量納入整個全社的技術 我們看到現在是遍地公共 各地的開發就是各地的開發 這個是今天台灣所面臨的一個情況 就是我在2011年我提到一個僵局的貢獻治理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這一天論文其實主要目的就是透過想 試圖透過這樣的反省來思考 台灣整個科技跟貢獻治理決策 是不是要進行一個很大的轉型創新 納入公民社會的一顆八糟 那像上一天指的其實報告就提到 我們最新的數據 台灣2014年IEA的報告 台灣的人均排排量是10.95 每年10.95噸 那台灣的碳排排量是佔全世界百分之一 那如果從然後佔全球人均排排量 我們佔全國第18位 那如果從這個1000萬人口以上的國家 台灣事實上是佔了18位 立立所是說佔了第4位 我們採取比較嚴格的排法 無論佔了第4位或第8位 各位可以看到 上一篇的報告已經提到 如果整個全球氣候變遷公約 越來越朝向法式化的話 它一定會產生一個綠色公約的約束 那台灣在這麼碳除機排放 碳除機產品碳除機這麼高的情況下 未來我們的出口一定都會產到印象 那各位可以看到上一篇歐盟或德國 是非常戰略地在走向這個 我們台灣目前其實 我想剛剛林彥長也提到 最新的一個統計 台灣其實在氣候裡面 變成政策裡面是最後一名 這是非常嚴峻的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全世界各地都在走向 這樣一個低碳社會 朝向綠色經濟社會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的政府其實前幾年也開始意識到 台灣要從這個效率驅動轉上創新驅動 要從核色經濟轉上綠色經濟 但事實上這幾年都還在推 所謂這個實話高耗冷 高氯染 高排炭 甚至高耗水的產業 那它背後的一個決策的一個政題 是一個威權的專家政治 威權的管制 科學的一個政題 這就是我們今天面對的一個難題 那國光實話事實上它凸顯了就是說 社會各界自我多元的自我動員 由下而上 由社會路徑展開 對整個社會 對產業政策 對基於變成政策的一個發展的一個反省 那這一個觀點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待會就會去展示 無論從這個地方知識團體 或是大學教授 或是說這個意見團體 或甚至是藝人界或大學生 事實上他們去生產了這樣的一個自我環境 自我動員的公民私事 然後形成一個系統性的力量 來對抗當時的經濟體跟這個國光實話 甚至我們的無本獎環保署的科學論述 所以這是一個突破 台灣逐漸從一個威權的專家 正式的決策的路徑依賴 轉向公民參與的路徑依賴 我想這個是我們公演社會 包括現場我們非常多的同仁 非常關心台灣的一個主向 國光實話的背景也就不用講 2006年民進黨的大溫暖大投資計畫 當時蘇貞昌支持這樣的一個計畫 雖然到了他們執政官結束的時候 蘇貞昌所執政計畫 2008年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2008年的9月往重啟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這樣一個計畫 基本上是由經濟會 由上而下的規劃的一個決策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透過環體會議的操縱 部旁這樣的一個政策發展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台灣在整個科技決策的一個特性是 台灣是綿密的產官學組成的專家網路 它形成一個危險專家的決策模式 很簡單講就是說 我找的專家通常都是同時性提見跟我相同的專家 那政府也利用各種資源來融入學者 形成一個非常嚴密的技術官僚統合屬於 所以你如果是大學裡面的學者的話 你要提出異議的聲音的話 對不起你下次的資源可能拿不到 只是台灣基金黨會面對他類似的問題 所以環境團體必須繞過被多數官派專家控制的團體會 直接跟社會對話 那他透過這樣的一個公眾的風險疑似 形成強大的政治的壓力的時候 在黨的參與環境的路徑 我想這次是反過關實話 甚至我們看到最近幾年的反媒體的一段 都有類似的情況 所以我們看到幾個多元的次政治的團體 多元的這個團體自行的動員 第一個我們看到就是地方的這個 台灣彰化環保員們 他們事實上在2010年的3月 他們開始倡議所謂的馬祖堡運動 那各位可以看到馬祖堡就是中華白海的 他在3年馬祖堡的生日跳來海面 非常的漂亮 所以他們想透過這個運動 來積極喚起大家的重視 這是一個運動的 可惜當時並沒有太多人注意到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蔡佳陽博士 他事實上也是政態學博士 他事實上透過長頁的調查 描繪出白海粉 非由於台灣西埃案的激喜 跟失地的風險知識 甚至他也去批判 本校有一位教授 同時接受官方的委託研究 同時接受國光開發廠商的委託案 進行風險評估 具有嚴重的利益從 他們也批判說他提出的觀點 事實上錯誤的權勢 白海粉分佈了熱點 然後這樣的一個科學 就是促成當時的副總統 無論你講說白海可不可以轉彎 大家記得吧 這段故事 好 所以各位看看 這一個是一連串當時的一個 他們倡議的所謂的環境信託 這也是台灣環境運動史上 第一次的環境信託 我們大家聽說 一百九十九頭一買一購 哪一塊你喜歡的 比如說師弟 招曉雀 我彈鼓 哪一塊你喜歡的那給他購買 所以這個運動 頂八二非常大的賠償 總共有四五萬人上網去購買 那如果各位還沒購買 下次我們一定會再倡議 下一次的環境信託運動 OK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第一波的這個 地方資資的動員 第二波的資資動員 當然就是學界的動員 跟青年學生的動員 那學界在2010年的七月初期 其實開始集結 那剛開始 並沒有跟吳晗靖 做太多的接觸 而是事實上 他組成了一個學界反國光石化 在彰化社場發起小組 那就開始動去這個提訊 當時我想在場 我們包括台灣大學裡邊 有很多投門 都去聯署 來反對這樣的一個 那他們 來反對這樣的一個開發 那他們最重要的是 提出了一個 學界反國光石化的說帖 進行風險知識跟論述戰爭的 一個資深深的動員 那在2001年8月3號 就是我們召開了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那其實李彥哲院長是前一天 才從國外卑鄙 我們也不知道他會不會在場 結果隔天媒體說 李彥哲院長主導跟這個 這個主導整個發展 這個是裡面的差距 另外一個我想必須要特別提出來的 七年 大學生研究生組成了全國前面 反國光石化的一盟 尤其在反國光石化的運動 很衰弱的時候 他們這一天1月27號 所在環保署前面 那也激起另外一波的動員能量 我想這個值不可以謀略的一個歷史性 那過去在台灣的反對運動史上 事實上各位可以看到 從1980年代末的反而運動 或是各種反平安運動 事實上大學教授多多少少都會投入 但是這個過程都相對比較靈散 而且是被環境動員 那這一次基本上是 有大有銷售的資訊 展開了這個赤震動員 其實並提供非常重要的知識舉手 我想這一次是非常大的區分 他們除了出版 十二頁簡易版的反國光石化 在彰化社長說的 各位今天還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到 那也透過網路把這樣的專業知識 化為所謂的公平知識 平民的知識 平民的語言 我想這也是我們 楓賢林正對應的東西 一直想要繼續推的一個東西 那當然提出這樣的一個論題點 都有相當多的衝補點 尤其最精采的就是這個 這個環保署就指責莊秉賢教授的 這個PMA的空破障方法 是嚴重的錯誤 有誤導臨重的知顯 那這也導致莊秉賢教授在專家會議 發言後來被抬出告 各位都還記得這一段歷史 好 那這個整個反專家 大理教授所組成的整個反專家 反體提供反專家 其實是跳嶺的傳統的 反污染的運動的論述 而是將這樣反污染的論述 提升到整個氣候變遷風險的意思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左上方 這邊是官方的論述 這邊是反專家的論述 那提供了到失地、生態、白海豚、水資鹽 尤其當時國防署案建立的時候 想進一步建立大土蘭核業 那大家知道這個集計台 每天輸送30萬噸的水到六千里去 台灣其實中國已經呈現這個切水的狀況 所以這引起非常大的變化 一層下陷、空氣污染、健康風險、農業安全、社會經濟、溫室氣體變遷 尤其排灘量會再增高要多少 立起來地貓的衝擊、農村有變化 我記得李永遠當時講了一句話 他說六星蓋的時候 加一個外閃點之後就消失了 如果光是蓋的時候 他不知道下一回會不會消失 是台灣哪一塊過 所以也就是說這樣的一個 從傳統的反污染的運動論述裡面 提升到氣候變遷風險運動論述 那其實台灣在最早有關氣候變遷 民間的風險論述其實是從反冰南開始 那時候已經開始關懷到排炭的議題了 可是這次是更為性能性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是當時論述的各種爭議 各種運動的策異 那第三個我想要講的這個知識的動員 就是彰化醫療界員們 就是中部的醫界他們所組成的 彰化醫療界員們 他們試圖也去支援 跟彭國光石化學者裡面 當時要去支援莊比捷教授 一部分像譬如說陳吉諾教授 他就用莊比捷教授的PM2.5的風險扣上去 去計算出成本教育評估 那我本人我們也在談有關二氧化碳排探 對台灣整個衝刺 跟平衡有點直接擴觸 對農業安全的問題 那這個彰化醫療界員們是讓他們手上有透過他們專研 提出了台灣越來越多的肺腺癌跟性缺乏疾病 如果在建這樣的一個國光石化的時候 會產生更多的危害 所以也間接的他們提出了相當多的論述 也間接的來支援莊比捷教授的論述 因為各位如果進一步的了解 莊比捷教授的PM2.5的計算模式 在官報署在專價位裡面 收到很多的批評 我想學術的批評當然是一定有的 所以透過他們手上的各種專業的知識 癌症的發生率提高 悖癌 惡性腫瘤 他們提出對於政府能量偏重這種高嚴重 高嚴重的產業的憂慮跟批評 我想這個是一屆知識所有的動員 第四個動員的團體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前面三個是從一個專業的科學的 學院式的理性或是建構的貢獻知識 那藝文界所發展的是一個直觀的 軟性的 相仇式的 斯文式的訴求 直接打動人心 那吳勝老師他邀請非常多英文界的人 訪問到帳號大展示篇去看 然後很多人回來就要互開去發表文章 我想這是一個感染力非常強的一個動員 那我要講就是說除了理性的所謂的風險知識 除了理性的學院式的科學數據之外 事實上這一個部分感性的風險知識 也非常重要 那當然藝文界也這一個動區各種的 開了各種跟記者會 那這個就是他們這個記者會的情況 然後這個是這邊長 我們在唱這個歌 OK好 那所以就是整個討論的狀況就是在講說 事實上這樣的一個多元制化性的專業團體 除了從這個多元理性的反專家知識 從地方知識、醫界、學界自我動員 另一方面藝文界感性知識的動員跟擴散 兩者形塑非常整體性的一個社會強天性 來促成整個台灣社會對於這個國防世法開發案的 那尤其在國防世法開發案4月的時候 中國世法做了一個民調 那個民調跟過去台灣的民調結果是不一樣的 大家都一直在講說環境重於優於經濟發展 可是當真正進行最後的採取的時候 通常都是經濟與理性出現 環境還是各一邊 但是在這次民調裡面有非常多的民眾 接近來的70民眾也贊同停止開發國防世法 也就是說這樣一個多元自發的 新社會型態的參與路徑的次政是 事實上已經逐步解構整個開發的論述 產官學論述聯盟的施命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事實上也去挑戰這樣的我剛剛講的 其實背後是一個專家政治的 一個威權的管制政權 它透過各種綿密的行政程序跟手段 來控制整個知識 那但是這也是使得台灣的整個環境運動 或社會運動進到一個新的一個情境 讓原本比較脆弱被動回應官方知識的公民社會 產生更系統性的公民知識能量 促進整個社會的反省 但是這一次的發展 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美好 也就是這樣的一個對峙 事實上造成公民社會跟政府持續的對峙 跟高度的行政 那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到今天來講 台灣各地的開發案 遍地的開發案 都這個陷入了抗爭 今天快到我盡量趕快一點 那個周教授這篇文章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會比台灣現在民主轉型的問題 這個比現在國民黨內動重量太多 那我從那個 因為周教授談論的是一個風險次政治的問題 那我從他的對義面 也就是傳統過去國民黨的政治下的那個 專家政治來展開我對他的普通說明 那周教授在這邊也會談到的這個風險次政治 它是一個新的民主制限的方式 那就是跟以前的這種所謂的專家政治是不一樣的 那什麼叫專家政治是這樣子 就是說 政治經營他壟斷了那個角色 他不管你社會的要求 他可以由上而下地強加一個他的角色在你的社會上面 那他制定了這個目標之後呢 專家們就提供他們的技術知識 來實現他所制定的目標 簡單的講就是說 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 中國世代會傳統 學成文武一貨與帝王家 那所以專家提供技術知識 讓政治人物可以碎起他的因地 這兩者的組合 壟斷了他們的實施政策 所涉及到的風險權勢跟評估 那這樣的一個決定 就會造成後面的一個操作的效果 就是專家都會把他沒有考慮到的因素 全部都要化約成 在實驗裡面 我們大家都知道有一個條件 叫做citrus polyps 其他條件可以呼籲 那專家就會把他沒有考慮到的風險 把他化約成 其他條件可以呼籲 那所以所有的風險 都是他的行政政策能夠解釋的 那不能解釋的你就不要理他 因為這個是妨礙政策的實施過程 所以專家政治裡面 特別重要就是把所有的問題 化約成依法治理 例行的制度跟行政程序來分析 這樣就可以 那因為在這種情況之下 所謂的風險溝通 風險感知 就是照專家所制定的行政流程 來進行理解 進行縮明 所以它是一個政府的政令宣導 一個再教育 對於民眾 無知的民眾的再教育的過程 那所有在這個標準程序裡面 沒有辦法考慮到的風險因素 就叫做不科學 不理性 不科觀 那這是為什麼就是專家政治 基本上是一個保守威權 就像那個周教授剛剛有講的 保守威權 因為他在這個專家政治 他在選擇上面 就跟威權政治 是有所謂的選擇性侵衡的 那最典型的專家政治 起始的決策方式 就是今天大家一直在稱讚的 這個英寧的蔣經國先生 他在建立台灣 那個十大建設裡面建立台灣 叫做縱化學工業 垂直整理 那那個縱化學工業 為什麼會建立呢 就是因為大師在應付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縱衛斷交流 台灣的國際政治的網絡被切斷 第二個就是石油危機 那把這個十大建設 就是把這個縱化學工業垂直整合之後呢 可以用實質的經濟關係 去取代被切斷的政治連結 第二個事情是 就是石油危機 把那個如果我們能夠做 垂直整合的話 那個意味會鎖在台灣 增強台灣的那個經濟能力 那這個目的已經制定下來以後 石化工業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話 那石化工業所造成的忽然 那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Citrus Paribus 其他因素不會 那所以你們要討論石化工業 可能自來的那些學者 就將來可能被告被抓 好那 可是風險是政治 今天周教授所所談的 在這三點上面 就跟傳統的這種專家政治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 就冒出來一群另外的專家 另類的專家 該關的關該抓的刷的那些專家 那他就會講出一堆跟你官方版的那個風險 概念不同的那個系統指示出來 那因為有這種系統指示出來的話 所以他操作程序就給政府找麻煩 你的標準程序都沒有辦法解釋 我這些風險支持 那最後一個就是 好那你政府 因此你政府所定義的那些風險的溝通 對我來講都不效 你都沒有在溝通我想要知道的東西 所以官方跟民間是處於平行 那這種情況會 所以風險政治實際上涉及了兩個本質 第一個就是 除了官方的風險支持以外 它還有一個autonomy 有一個另類的一個支持的那種理解方式 那另外一個程式要處理就是 這另類的支持 一旦新生出來出現了 它如何回到原來的場域去改變 原來專家政治的那一個決策方式 那我就從這兩點 這篇文章基本上比較多在講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剛剛周家說的口頭報告其實都有講 它一定有很多故事 它只是沒有寫進去給我看的這個內容裡面 那我根據這兩個部分 來補充做一個補充 就是說 第一個是關於風險知識的那個本質 其實我們在這邊當然很進步的學者 常常疑風險的這種預警 可是風險知識其實真的是這樣子 它本質上所謂的risk 基本上它的本質就是 不確定 你不知道它有沒有 它很可能是有 那有的話我們很小心 基因改造的失誤 很可能會造成不可測的後果 這個後果可能是 風險可能真的存在的 那你如果 因為風險存在 所以你比較謹慎 你就避免掉那個可能造成的 重大災害 可是又有可能風險是不存在的 那不存在的話 如果我們一直強調這個 風險的預警部 它會有可能造成的情況 就是風險的擴大 你非常非常的小心 over precautious的話 你到最後是什麼事情 你都沒有辦法做 但是反過來你如果說 我一定會怕有什麼事情 我不能做 因為我就是要做 那因此把可能風險 都忽略不濟的話 就會回答那個專家政治 好 那所以這樣子你就可能 決策就很夢了 所以風險知識本身 有一種內在的健康性 跟那個交感神經 附加感神經 那兩邊要做平衡 那這篇文章最主要貢獻就是這一點 就是剛剛做到時候給大家看 官方的說法跟專家政治 國旺思考這次成功以後就是這樣 真的一個民間的說法出現 來跟官方對談 那可是底下 這個比較少談到就是風險知識 這個也許可以補充第一 風險知識跟政治一樣的結論 就是說 我把它分成四個問題 但是我分成兩組 第一個就是說 人家可以滾 你們這個民間版 你批評專家 是一個官方版的專家政治對不對 那民間版的是一個 那個 民間版的論述是民間專家政治 由你們這些大學教授來主導 那換句話說 第二個問題就出來就是 那這些大學教授出來提供這些知識以後 它是在東明年的原來的這些公民多元的力量的組合 反過來講 另外一面講就是 這些公民運動的那種組織動員 它風險觀 你如何跟他們產生磨合啊 衝突啊 然後說服他們 達到一個這個所謂的民主的治理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組問題是這樣 好那你們現在一個新的風險意識的 改制的 你們換取民眾了 透過各種 知識的也好 或是感性的宗教信仰也好 那這帶著這個新的一個風險觀點 你怎麼回到原來的那一個政治場裡面 去改變原來專家政治的那個說法 那 那這幾隻意思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 剛剛那個周教授其實後面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其實後來並沒有真的達到一個 新的穩定的風險治理 解決衝突 在那個疫情跟那個避免風險過分過大裡面 達到一個比較我們滿意的均衡 其實沒有 後來是大家不相信官方版的 可是官方版又不信民那個民間版的 所以我們處於一種那種民主的僵局 所以這些風這兩者之間 我們當我們一個新的風險的意識出現的時候 它帶回原來的政治的場域裡面 在兩者之間如何達到一個平衡 以上是我的報導